佛恩寺期间《梁皇法会》 祈愿大众都能够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大致度论云 诸于最终 杀业最重 诸功德中 放生第一 佛恩寺在梁皇大法会圆满日会举行放生 让大众积最大的福 行最大的善 佛恩寺的放生很简单 我们从来没有预设任何的目标 他已经补过来 已经丧失了他的自由 我们就直接不让他有任何预期的一个心态 直接就把他这些众生 把他买回来之后 我们就把他放生 而且在放生的过程 我们要去注意到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鱼类要注意他的氧气 还有他失色的地方 放生的地方 他的含氧量够不够 他能不能容纳那么多的数量 而鸟类的菩萨的话 我们就要注意一个笼子里面装的不能太多 因为太挤太热他受不了 而且放生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时间点 不让他上太久的太阳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 而这些细节如果我们都能够照顾到的话 其实放生的意义还是非常的殊胜的 佛恩寺放生当天 如松法师领众念宋三变三归一语忏悔文 让所放众生都能听得清楚真切 在八世田中种下金刚种子 等到因缘具足种子成熟 就能开花结果修成佛道 脱离苦海 十方新闻 黄慧如 肖瑞丰 屏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